hello大家好 我是七小主 传说中能爆姜的豆腐 云南包姜豆腐 好臭啊 真的好臭啊 臭死了 现在连手都是臭的 能吃吗 这个坏应该不会啊 因为我买的时候呢 店家提前告诉了说 它是用这个自带酸性的井水做的 所以会自带酸味 至于它这个臭啊 我已经想象到它会臭 但是我没想到会这么臭 太难受了闻着 当然了它这个臭味啊 也是它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地方了 据说这种豆腐啊 是不用经过任何的处理 就是你只需要长闻放置几天 它自己就变成臭豆腐了 所以呢从我买的那天 然后一直到现在到我手里 这两三天的时间 它应该已经在发跳的路上了吧 它真的就像臭豆腐加上榴莲呀 加上一些什么腐烂的一些什么东西 那股臭味混在一块 很难受很难闻 摸着也不大像咱们平时那个鲜豆腐啊 它有点像豆皮似的 QQ的 看它 呦 还挺嫩的啊 稍微一劲大一点就碎了 很软 不过呢该说不说啊 它这个我还是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豆子味的 它肯定是没坏的 而且这个颜色也非常好嘛 行吧下边咱们试试啊 做法特别多 煎烤烹炸炖煮 而且火锅都是可以的 咱们就用最容易爆浆的一个方法吧 来给它煎一下 这个呢不能直接上锅啊 得先给它洗一下 不过这个洗的时候一定要轻点啊 非常容易碎 炼干水飞之后呢 凉油下锅 那个小肚子 腾腾的都鼓起来了 现在啊 一点臭味都没了 就是那股炸豆腐味吧 炸豆皮 那股香味 非常香 其实这个在之前那个社会上 中国也有出现过啊 据说这个豆腐啊 外边做熟之后 但是吃下去 里边啊 还是那种姜叶状态 一口爆姜 来一个啊 我先这么直接吃 不蘸调料呢 哇好脆啊外边 好酥 真的是爆姜 不过呢 它不是流心的啊 因为我在网上看到 有人说它那个心 是像豆浆似的质感 并没有 它那个心有一点像白玉豆腐 还有什么豆腐脑豆花 那种很嫩的口感 然后外皮呢 又是特别的酥脆焦香啊 你这一口咬下去 它是慢慢被挤出来的 如果你要是咬得特别快啊 肯定是那种 一口爆姜 确实是 而且越焦越香 真的是非常稀啊 来蘸个料汤的啊 我都直接下手了 好吧 这个调料可真是够味啊 里边应该很多的胡椒呀 花椒呀 那些东西特别呛 那种吃起来味道挺好的 就是太呛了 这个特别古味 我来给你们看个心吧 来 好嫩啊 里头 我看这种质感 有点像把豆腐脑 装进了豆皮里 所以超好吃 它有一点接近于腻的感觉啊 但是呢 就是不腻 不过呢 现在吃的那个臭味 没有那么冲了啊 更明显的是豆香味了 我现在还真的感觉 它确实有点像 介于鲜嫩豆腐 和这个臭豆腐之间 那种感觉 这个如果要是 平时爱吃臭豆腐的啊 肯定很喜欢 如果要是想尝试一下臭豆腐 但是又不太敢挑战啊 可以先拿这个试试手 好嫩啊 里头 很香 好了 今天这个包姜豆腐呢 就体验到这了啊 有点小惊喜 比我想象中的 要好吃很多啊 反正我很喜欢 也推荐给大家来尝试一下啊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了 喜欢我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 关注哦 拜拜